聖诞节 在聖诞临近 一位女士她一个人坐在火楼旁边 在想着聖诞的故事 她越想越觉得很难以自信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一个宇宙的创造者 要决定降生成人 居住在我们当中 如果天主真是决定这样做 为什么她又要选择最穷的地方 跟那些动物一起 一切在一个山洞里面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诞生 整件事都觉得难以相信 觉得很荒谬 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女士 是被屋外面的一些吵吵的声音 骚扰到 于是她就打一个枪 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在月色之下 草地上都满雪了 她看到的原来是 大概有整一单鹅 它们疯狂地在这里叫 和很混乱 很可能这帮鹅 是和大队失散了 这些大群的鹅 本来是飞向南方 避寒的 但谁知道 这十几只 就走失了 搞到筋疲力尽 弄到筋疲力尽 混乱了 不知怎样 这件事就激发起 这个女士的同情心了 于是她穿回大衣 就在屋里面 开了她的车房门 想引到那帮鹅 进去她的车房那里暖一下 怎知道 越帮越忙 她竟然是吓死这帮鹅 与其帮她们 搞得她们更加混乱 她们更加想走 经过二十分钟之后 她放弃了 她站在这里 看着这帮受害怕的鹅 她明白到 为什么她帮不了他们 因为她们不知道 到底她是朋友 还是敌人 接着有一个奇怪的思想 就出现了 这位女士 想想 如果我能够一分钟 变成他们其中一只鹅 我懂得讲鹅文 讲他们的话 跟他们解释 我不是想吃他们 我们想帮他们 你说多好呢 突然之间叮一声 她终于想通了 其实圣诞节 就是说天主在天上面看下来 看到我们人类 很混乱 好像这帮鹅一样 看到我们人类很可怜 于是她就好像 这位女士那样 对自己说了 如果我能够变成他们一模一样 讲他们的话 告诉他们 我多么爱他们 还有很想帮他们 你说多好呢 想到这里 圣诞的故事 突然之间 觉得有意思 不是荒谬 太美丽 用说话都无法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圣诞 圣诞 其实就是指天主 在天上面看下来 我们人类 看到这个世界充满暴力 人类没有平安 天主愿意降生成人 学习我们人所说的语言 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 学做牧匠 学做好孩子 学做家务 圣诞 不仅是这样 圣诞更加指天主愿意 跟人沟通 跟人分享他的爱 分享他的关滑 还给力量我们人 能够比之伤害 比之关滑 圣诞的故事 其实真是很神奇 真是很美丽 美丽到我们无法使用说话去形容 只有一个无限的天主 才会想到这样做 所以我们多谢天主 每年我们都有圣诞节 我们每年都可以重温 天主对我们的爱 和对我们的关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